香港成立内协会,成龙任会长驻艺人内地发展。 香港训,香港演艺界成立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,简称内协会,前五,3月21日,在香港影视展举行启动仪式。 首任会长成龙,副会长汪明泉,执行会长曾志伟,现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古天岳,以及英皇集团主席杨寿成,邵氏高层乐义玲等人都到场支持。 成龙说,内地近十年无论电影、电视市场愈作愈大,成立内协会是希望加强中国大陆与香港两地合作沟通,与香港演艺人协会的宗志一样,都是希望为香港艺人谋福利。 曾志伟也引用古天岳的话,表示内协会的宗旨是团结、帮助、跟进。 汪明泉说,未来内协会会在北京、恒电以及香港都设立办公室,就近为香港艺人提供服务。 他也希望中国能取消对香港人的配额限制,让香港艺人有更多机会在中国发展。